第135届玫瑰花车游行 昨天与帕萨迪娜盛大举行 本年度主题为 庆祝音乐世界通用语言 歌手偶像共同开场 来自不同地区的音乐家们 以各自独特的风格 展现音乐的多元与魅力 为全球的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听盛宴 昨天元旦一时 第135届玫瑰花车游行 在加州帕萨迪娜隆重举行 今年的主题为 庆祝音乐世界通用语言 伴随着人群的欢呼和合唱 一系列精彩的表演 生动地诠释了这个主题 玫瑰花车游行的开幕秀 由多个歌手连妹呈现 他们在游行的开幕舞台上 与花车继续梦想一起 为观众带来了令人期待的表演 游行中还有闪亮的太空服装 精心编排的舞蹈 以及大量的歌曲表演 主要是回顾经典曲目 平均续大约30秒 人群也随着艺术家们的歌声 一起合唱 表演者穿着传统的金色 紫色和绿色狂欢节服装 舞者 高敲行者 同管乐队音乐家焦香辉映 身著重视礼服的捷庆皇后 骄傲地站在缤纷的花车上 穿过科罗拉多大道 美轮美奂的花车 活力四射的行进乐队 趣味恒生的马术等表演 应接不暇 游行开始时风和日丽 每个出场的游行团队 都神采奕奕地与观众互动 观众席一起与热烈回应 游行全程时长约两小时 从城园街 Orange Grove B LVD起步 直到胜利公园 Victory Park 声势浩大 花车将在园区停放一天半 供民众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